柯文哲本來就被講仇女嘛 對不對 被講婉女嘛 對不對 被講沒有婦女票嘛 被講沒有女性票嘛 所以柯文哲民眾黨現在想半天就說 好 那我們成立柯文哲的這種婦女後援會 或姐姐妹妹後援會 希望來牛仔柯文哲在婦女中 或女性中的形象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 既然一出場又疊了一個狗吃 又出大包了 你今天成立婦女後援會可不可以 可以 跳flower可不可以 可以 跳性感舞蹈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不能穿空服員的制服 跳性感舞蹈 而且那個不是空服員的制服 它其實就是類空服員 我們等一下再講啦 它意思是什麼東西 你穿著空服員的制服 跳性感舞蹈 意思是 在你的心目中 空服員等於是性感 對 這對空服員是不能接受 你不可以把空服員定義為性感兩個字 這對空服員來說是非常大的歧視 好的 一開始我們就要來請正浩啦 這個是正浩的專頁 來看看 為了要撕掉仇女的標籤 柯文哲姐妹會 姐妹會嘛 應該是大家都這個 男性女性一起來支持柯文哲 但是他找了一些 穿上這種 呃 情趣用品變賣的衣服 淚空姐夫 大跳熱舞 李正浩竟然跳得起來 這像話嗎你 沒有錯 我們要跳一首 Flower 好啦 狀況是這樣子啦 因為柯文哲是這樣 柯文哲本來就被講仇女嘛 對不對 被講厭女嘛 對不對 被講沒有婦女票嘛 被講沒有女性票嘛 所以柯文哲民眾黨呢 現在想半天說 好 那我們成立 柯文哲的這種婦女後援會 或姐姐妹妹後援會 希望來牛仔柯文哲在婦女中 或女性中的形象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 既然一出場 又疊了一個狗吃屎 又出大包了 什麼叫出大包呢 原因是這樣 因為這個成立婦女會 我們通常都會有很多橋段 很多橋段都會有那種 姐姐妹妹表演的橋段 對 就他們裡面一個橋段呢 其實也沒毛病 他們呢 安排了一群女生喔 跳 金智秀的 Flower Flower真非常非常紅 對 這個韓系的這個性感舞蹈 那其實也沒毛病 可是問題是喔 他們安排這女生呢 跳這個性感舞蹈的時候呢 其實他連續犯了兩個錯誤 嗯 第一個錯誤呢 是這個呢 他們穿著空姐的制服 來大跳性感舞蹈 那到底這為什麼錯 我等一下再講 另外一件事情 本來沒有人發現的 可是問題是 那天喔 負責幫他直播的柯粉喔 喔 照的這個空姐 照到一半 看跳性感舞蹈的時候呢 他竟然喔 把這個鏡頭 鏡頭有沒有要扔嘛 因為有七八個人嘛 對準其中一個女生的密大腿 開始怒不要給他入意 所以 講話小心什麼密大腿 不是真的 很多人就說 你這幹什麼東西嘛 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 以便開始廣為流傳之後呢 對 引發了眾怒 喔這個眾怒 不是我們故意要黑客喔 是桃園市空服員的職業工會 他說台灣民眾黨物化空服員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予以強力譴責 柯文哲張志豪應該公告道歉 對 那這個張志豪呢 因為他昨天特別請託 要講清楚 不是民進黨的張志豪 是民眾黨的張志豪 選文山區的議員 對 大安文山的市議員張志豪 不是民進黨的這個 新聞部主任張志豪 他原本說要改名 所以我們勸他說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的事情是 這件事情的球 球態什麼東西呢 狀況是這樣 我問喔 你今天成立婦女後援會 可不可以 可以 跳flower可不可以 可以 跳性感舞蹈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不能穿空服員的制服 跳性感舞蹈 而且那個不是空服員的制服 他其實就是類空服員 我們等一下再講啦 他意思是什麼東西 你穿了空服員的制服 跳性感舞蹈 意思是 在你的心目中 空服員等於是性感 對 這對空服員是不能接受 他歧視了空服員 對 人家也是有專業的好不好 超級專業 一個空服員你從考上 考上的過程中 比如說你英文要好 對 比如說你要有護理專業 對 比如說你是護理師 你會加分喔 然後呢你以為考上就沒事 他光受訓就要受訓 一整年 對 你包含所有非安 包含塔台 甚至包含國際法 包含急救 包含安委 全部都要受訓 對 所以你不可以把空服員 定義為性感兩個字 這對空服員來說是非常大的歧視 對 所以這個東西又不是我們在見風插針 第一個是桃園市空服員 直接跟我說你柯文哲物化空服員 的確 第二件事情是 復興航空235號班級的空難 危險的他叫黃敬堯 黃敬堯呢也公開說 我們認真服務大眾 也有我們的專業 不代表我們行業的名詞制服 就理所當然的喜悅他能滿足他能感官的工具 所以柯文哲這件事情我坦白講 他發現的最大錯誤是 我認為你也可以性感 你就穿著性感的衣服就好 你就穿著性感衣服 跳著這個時尚的舞蹈可以 可是你不可以把空服員的制服等於性感 這兩件事 他把關聯在一起 而他引發了空服員的重怒嗎 的確我覺得作為一個女生 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穿著 對 然後但是這個的問題是出在說 你找了哪一群人為誰而跳舞 你的目的是什麼 結果你把這個空姐掛上了性感 然後掛上了取悅別人 然後掛上了等於這個幫柯文哲鞏固女性票 這個完全從頭錯到尾 也就是說民眾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但他沒有這個性品的概念 對 完全沒有 所以照理來說 柯文哲發言成長他是女生對不對 對 他應該更能夠體會女生的心情 結果他說的話也被很多網友炮轟 他說主辦單位尊重舞團專業 尊重女性舞者的自主意識 不應政治而限制或扭曲 也鼓勵女性拋棄社會家租的各種束縛 問題是這種家租在女生身上的束縛 我就你幹的嗎 就是你們幹的嗎 對 你們必須要告訴大家 空姐等同於性感嘛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們在家租的嘛 對不對 任何組織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利 要求別人為身體自主而道歉 問題是這個東西是你們幹的嗎 是啊 是你們要求他們穿上這種類空姐制服 去跳性感舞蹈 所以你們把空姐這個行業標籤化了嘛 對 也歧視了這個行業的專業嘛 對 那個才是問題的所在 他根本不知道犯了什麼錯 所以我們現在講完這些就是 就非常非常清楚 不是不可以跳樂舞 不是不可以跳flower 不是不可以穿性感衣服跳樂舞 可是你不能把一個職業等同於性感 要求這些人來展示他的性感嘛 所以難怪空服員工會要抗議嘛 對 所以這些東西已經 我要跟大家講 不是我們在見風插針 是空服員工會公開抗議嘛 你羞辱了空服員 羞辱了空服員嘛 那更誇張的事情是 我之前大概兩三個禮拜 我就已經分析過 我現在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科粉含粉話 科粉含粉話就是說 他已經沒有任何智商了 而且這些人呢 會到處出征 會無條件的護航 會無底線的護航 反而會讓這個政黨 或這個候選人的中間選票被流失 在這個案例中看到最清楚的 這個科粉呢 既然出征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因為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不是貼一篇臉書 還譴責科文哲嗎 那裡面科粉嘛對不對 結果你看 既然有科粉說 A片商也常常以空服員 搞劇情演出啊 怎麼沒有看你們貴會出來反擊 該不會又是政治操作 我的天啊 所以說 所以民眾黨不行 A片可以嗎 可是問題是 A片本來就不是一個 性貧的職業嗎 所以民眾黨是A片商 對啊 還是說民眾黨 你的標準是拿A片商 來當你科文哲的標準咧 你怎麼會拿A片商 跟民眾黨 一個如果要選總統 要拿超過51%的候選人 的道德標準來去做比較咧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大家都可以可受公平嘛對不對 所以當民眾黨的科粉 做出這樣的宣誓的時候呢 確實讓更多的人 離開了科文哲嘛 而且你看這個制服 它就不是空姐制服 它就是請去用餅店專賣 149塊一套 沒有錯 這個149塊一套 我不知道要加什麼助理 但是重點來了 搖頭啊 也因為科文哲 或是科粉這樣的到處出征 最新的喔 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樣公佈了一個叫做 政黨支持度的民調 我跟大家講一個不夠 台灣民意基金會 是過去做民調 對於民眾黨是最友善的 對 他也是第一個做民眾黨 超過兩成的 對 的民調 過去呢 他一開始做出兩成之後 我們還笑他 對不對 還有一個好兄弟還被告 對 因為笑他的名字被告 可是這一次 台灣民意基金會做出了 民眾黨的政黨制度 竟然跌破兩成 民主金部黨 民進黨32% 國民黨竟然小幅回升到23% 而民眾黨的 你看喔 反降5%啦 蠻多的耶 變成17.3%啦 回到老三啦 對回到老三便當了啦 所以你看喔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說 你可以到處出征 你可以活在你的同分層裡面 對 你可以繼續不尊重女性 但是民意上或民調上 就告訴你 你柯文哲個人制度 正在往下掉 沒錯 民眾黨的制度 也在往下掉 這些東西 不是靠你磕粉到處出征 有用的 是 你還是按摩 robić 他也有用的 她想像了 他想補充 你會用索毛 其實就是